6月14号的中午宣布代表共和党角逐年底纽约州议会第16选区参议员席次的顾雅明和他的支持者们在法拉盛街头涉摊,呼吁华人能够投票支持。 不少官务的居民在摊位上停留,有人现场就做选民登记,也有的将选民登记表带回家,准备全家都登记参加今年的选举投票。 还有一些认识顾雅明的官务民众与他握手支持他的参选。顾雅明的参选还需要有一千个连署签名,目前已收集数百个签名。 顾雅明表示这需要挨家拜访,他希望能够收集两千多个签名。新唐人记者杨丽纽约报道。